看看新闻榜 是时尚杂志封面的常客 但个性爽朗直率的张欣毅认为 自己始终和优雅摩登不搭边 私底下他是个不重视打扮的人 如果说一些场合 需要我特意着重打扮一下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眼部吧 眼部 然后如果平时就是 跟朋友见见面啊什么的 那画个淡状的话 很快十分钟就画完了 既然是美妆盛典 业界的知名造型老师们 当然是齐聚一堂 昨晚牛尔 凯文等美妆界的 天王巨星们 也如期出现在现场 而这两天 正值郭晶晶和霍启刚打婚 作为和郭晶晶 合作过多次的老朋友 造型师李云涛觉得 晶晶这次的新男造型 一定会很出彩 因为郭晶晶的长相 是特别符合我们东方审美的 就是眼睛啊鼻梁 包括她脸的感受 非常的圆润 那我想其实简单的 桃花的 干净的妆容 应该是每个新娘所需要的 谁也不想让自己 这个结婚的时候 看起来是那个 非常恐怖 有具体感的 而且郭晶晶她本身 是跳水运动员 你知道运动员的皮肤 会比我们平常人好 因为他们新陈代谢会很好 所以其实我相信 她画什么样的妆 都会非常的 这个眼前一亮的 当然 新娘妆校出彩的 基础是底子要好 李云涛建议 所有和郭晶晶一样 即将举行婚礼的新娘们 为了绽放最完美的一刻 肌肤的护理工作 至少要提前一个月 我觉得新娘在 大概提前一个月的时候 最好大概24天左右 就是四周到五周的时候 那我建议一定要 开始长期服用 胶原蛋白饮品 它都可以让我们的肌肤 看起来就是 由内而外地变得更加透亮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 这个补水的面膜 因为可能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会去选择 比如说光子嫩肤 或者一些这个果酸患肤 但是要小心 因为可能很多女生 是敏感性肌肤 那在这时候 你不想在结婚的时候 变成一个像那个 马峰钉过的脸 那就很恐怖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在结婚之前的一个月 要用一些保守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的肌肤和身体 作为肌肤保养器的教父 牛儿老师表示 现代女性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 没有办法腾出很多时间 来进行婚前肌肤调养 但在结婚前几天 也有一些紧急补救的窍门 这个诀窍就是要活用一些 这个去角质的方法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 怎么样取到去角质 那你就拿点这个 比较细的这个细砂糖 红糖是最好 然后和一点这个蜂蜜 然后和好之后呢 直接在脸上揉搓 这样揉搓下来 就有去角质的效果 然后之后呢 马上进行这个敷脸 那敷脸你可以选择 一般的保湿面膜 或者是美白面膜都可以 然后呢 你直接就擦上这个面霜 那擦面霜的时候 我也建议呢 你擦面霜的时候是 厚厚的先敷一层面霜 像敷脸一般的 敷在脸上 然后等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 它吸收到差不多七八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用按摩的方式呢 把剩余的面霜呢 给肌肤完整的吸收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你的肌肤呢 就可以呈现了 非常非常润泽保湿的状态 你在化上妆的时候 保证呢 一整天下来 都会非常的持久 而另一位明星级的 彩妆老师Kevin则建议 有肌肤问题的新娘 在婚前反而不应该 做过多的保养 否则会增加肌肤的压力 我觉得其实新娘 不要过度 有些新娘她非常的急迫于 希望自己在结婚当天 能够有最棒的表现 反而会殃苗助长 如果说你平常是会长痘痘的人 千万不要在婚礼前 使用过度的保养品 否则的话 因为压力紧张的关系 你反而痘痘会全部冒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从饮食下手 清淡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 然后呢减轻自己的压力 适量的敷上一些面膜 这是新娘让自己变美的不二把门 靠肌肤保养出效果 并非一日职工 而靠整形或者微整形 则立竿见影 所以现在整形成了一股 芳心未哀的潮流 特别是在演艺圈中 这些长期和明星们合作的彩妆老师 因此也看到了很多的失败案例 所以老师们建议 做整形前一定要谨慎考虑 我觉得最建议大家还是 在做这些所有的整形方面呢 事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 而且要先了解自己的 五官最适合的部分 是怎么样做微调 还有自己的肤质 自己的体质 到底适不适合这样做 我觉得那才是对自己来说 是最美的一个方法 对于一些微整形 产生的轻微后遗症 牛儿老师建议 可以通过保养和彩妆的手段 进行补救和修饰 如果说会有负面的状况的话 大致上是因为说 可能你的皮肤过敏 比如说你打激光 皮肤会有一些泛红的 这样的现象 那其实在护肤上头呢 也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退红种的这种护肤品 然后当然在彩妆方面呢 我们可以打上绿色的 这个肤色调控霜 就可以最快的时间 修正偏红的这样的一个 肤质状况 但毕竟指标不治本 对于比较严重的整形 或微整形后遗症 老师们一致建议 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 进行治疗 尽管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就算是最资深 最专业的美妆老师 也承认 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整形 所以做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呢